DKD 籌碼動足先機 動人掌握機先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人大呼籠我們的盤後期盤視頻 今天是這個禮拜的作業天 這裡面我先祝福所有的投票 祝大家在接下來的休假中秋假節快樂 好 來看今天的盤 大盤今天中場上漲47點 ODC漲1.53點 他還是一個應該這麼講 他就是撐在上面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在這裡跟大家提到 你也不用什麼大漲特漲 不用大漲特漲 他只要撐在這邊就可以了 那我們看一下外資棋子的部分 今天有加了多單4627 目前是289599 開單是32528 開單是32528 2899還是比較少一點 但是無所謂 無所謂啦 你也不需要看好 外資不需要看好 你只要不看壞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跳就可以了 撐在這裡就可以了 就停個家就好啊 停個家就好啊 今天是美國總統的第一場辯論嘛 對不對 應該這麼講 他撐在這邊之後 再來呢 再來10月份 10月份的展望是怎麼樣 我想我們今天來稍微聊一下這部分 就是10月份他的展望怎麼樣 好不好 當然第一個 他其實沒有多單還在持續的部件中 雖然說比開昌日少 但是沒有看壞 基本上就是算什麼 算好消息啊 你沒有看壞就是好消息啦 不用看太好 撐著就可以了 那這今天 今天那個在盤中的時候 我就開始辯論嘛 當然 川普的口才很好啦 但是川普口才很好 其實拜登 拜登比較起來也沒有說太差 那川普目前落後9% 就是拜登是領先的 川普稍微落後一點點 然後呢今天就做這幾個議題 當然就是有點吵架啦 沒有 啊不吵架才怪 我們自己的總統變動不是 也講一講 也是在 起玩家也不是 都一樣 每個國家都一樣 但如果說你從這邊來看的話 我們從 政經式議題的對不對 你政經式議題的 那你政經式議題的情況之下 如果說川普這部分 他如果說後面有一點閃失的話 有點閃失的話會怎麼樣 他的民調可能會被拉得更開對不對 因為他現在已經落後了嘛 他不是領先 他已經落後了 落後8%到9% 如果說10月份照有一點閃失的話 他就怎麼樣 他就不好算了 那你10月份有幾個議題嘛 除了這個什麼 他們有三場辯論 現在這只是第一場而已 還有什麼 還有大法官 這個川普還要去處理的嘛 你大法官提名 那到底能不能通過 這還是一個問題嘛 還有什麼 還有你刺激法案啊 你利率已經降到 利率不是加上零了嗎 你貨幣政策是零了嘛 你財產政策要不要退一下 你的刺激方案你要推嘛 這個東西要過了嗎 好像還沒過嘛 所以你10月份 光卡這三條上去 光卡這三條 川普就有的忙了啦 所以在民調落後的情況之下 在民調落後 他又有這些事要忙的情緒之下 對中國這部分 如果說再吹下去打下去的話 如果說有反效果的話 那就是吃壞兵門了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10月份應該是 我個人認為我應該是算 有機會走比較平穩 我覺得比較平穩 因為10月份一般來說怎麼樣 之前打中部分就是王牌是什麼 王牌就是中芯嘛 中芯封殺他嘛 結果呢就在9月就前幾天 9月底就封殺了 所以10月份這部分 以目前來看啊 你要再打 你要打沒有錯 但是如果說打太用力 或者說什麼 真的搞到什麼戰爭編的話 這個對川普來說是 很難收拾的 所以10月份應該會稍微穩一點 那10月份只要稍微穩一點會怎麼樣 10月份只要稍微穩一點的話 台股只要不跳水就好啦 應該沒錯嘛 只要不跳水就好了 那排名上其實已經有在反應這個東西了 因為 拜登他推的什麼 拜登推的是綠色結晶能源嘛 所以你從排名上其實可以看出來 就太陽能啊 風電今天又開始怎麼樣 又開始強了嘛 那川普這個地方就是封殺 中國的半大體什麼什麼 所以要什麼什麼5G什麼什麼 什麼半大體這邊嘛 但是半大體這邊說真的也沒有多強 好不好 沒有說太強 跟綠能比起來 跟什麼太陽能比起來 不然你今天不太強 好不好 所以你目前來看 排名上在反應什麼 有在反應拜登這個部分 那拜登的部分當然就是 指標的太陽能幹什麼 沒有太陽能指 7月元金就在漲 8月開始冒底漲 9月開始漲什麼國塑 但是那是你整塊來看 就是整個族群它是有族群性的嘛 那整個族群有族群性的話 這是我們跟大家深入的元金 好不好 就是做個有元金的人 做個有元金的人 其實同朋友 太陽能當然你只要拉一隻起來 其他幾隻會跟 他一定會動 不太可能說只拉一隻 其他都不會動 不太可能 因為這是一個族群的部分 而且呢 而且他們是政策在推的 那正在推的話 如果說以選股來看 他沒有 我就跟你講元金嘛 對不對 你會發覺一件事情 國塑 投信沒有 碩盒 有投信沒有 茂迪 投信有 但是茂迪 投信有幾張 9500張 沒錯吧 9500張 9505張 如果說你要連數字 下去看的話 就9505張 茂迪是投信有的 但你看元金 投信有幾張 26418張 有沒有 投信有2萬多張 不是9000多張 投信有2萬4千 2萬6千418張 7% 7%的部位 7% 不是高持股嗎 1%是水溫嗎 3%開始有集結效果嗎 5到8% 就是什麼 重倉 開始要進入重倉區了嘛 所以呢 所以就怎麼樣 就開始進入重倉區了啊 那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投信 一張都沒賣 沒錯吧 同學可以看啊 投信 沒有賣過 就是從這地方 他不是從這邊開始買了 這邊是7月份嘛 7月份這邊一直噴噴噴噴噴 噴到這邊啊 他這邊開始買了啊 這邊啊 跟我同個時間嘛 不是 我們那時候就在這邊開始買了嘛 跟我們同個時間買了嘛 他到目前為止買了多少 26000多張 不好意思 同學你可以看哦 你去查 他沒有賣過 沒有賣過 甚至前一天還怎麼樣 還在買對不對 有一些短信的外資在那邊 笑來笑去 但是呢 投信基本上 他有小買 都沒有賣 都沒有賣的話 那你就 就找有投信在就好啦 你知道為什麼嗎 投信基本上他一定有辦法公司才會寫報告 應該沒錯吧 外資很多都是短信課嘛 比如說嘉義的借戶頭嘛 或者說詠寧哥就是借外資戶頭嘛 就是短信課在那邊弄嘛 那在那邊弄的情況之下 投信沒有假的啊 你外資有真假之分 投信是沒有假的嘛 你有聽過假投信嗎 投信外圍只有 投信只有外圍的一些什麼代鈔嘛 有的沒有的嘛 他沒有假投信啊 所以他在買的話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真的啊 就是他真的看好 他報告寫出來 他認為他可能墓碑價可能還沒到 所以呢 賣起來就是買就對了 所以就是做個有元件點就可以了啊 然後放假回來 放假回來四天連假 祝你送到去快樂啦 那四天連假回來是什麼 進入十月份 十月份公佈九月份營收 對不對 我們只有跟他預告嘛 就是接下來就是九月份營收公佈 所以你要卡什麼 你要卡九月營收好的 然後呢 我有一支應該是有機會長的 好不好 就是九月營收公佈出來 一定比八月好 一定比八月好 好不好 一定會比八月好 我的看法啦 應該是比八月好好了 好不好 除非公司騙我 不然一定比八月好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然後呢 他剛好是什麼 九月十四號的一支賺提示 九月十號 我現在學員都知道了吧 那不是 九月十三一支賺 有兩支啊 在月線上那支也就一支而已啊 不是嗎 九月十一支賺只有一支 在月線上那支只有一支 就一支而已啊 跟你說啊 就什麼問題啊 開始漲了沒有 開始漲了對不對 是不是開始漲了 沒錯吧 這就是他目前的三十分鐘K啦 這根大量沒有 這根最大量 這根第二大量 當然之前在跳水的時候有掉下一點點 跳水有掉下一點點 不過呢 不過我相信應該下禮拜啊 這根就收掉了 這根收掉這根怎麼樣 這根沒有量嘛 所以應該這根收掉馬上過高 我的看法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 欸 賺快七塊錢 本益比不到十倍 你有礦貨這種東西喔 電子股呢 啊 它電子股耶 它不是什麼阿媽阿哥 什麼什麼景氣循環 不是耶 它電子股耶 電子股 然後呢 又是高配息的股票 所以今年如果說可以賺到接近七塊錢 我們算六點五到七好了 你明年可以配多少 明年光配息這部分 配息的質疑就高 就已經很高啦 質疑很高的話 那種被定型基金我更喜歡 超喜歡這一種 好不好 所以這個應該是 我認為是有機會啦 然後反正 反正你開始賺錢了嘛 開始賺錢就好啦 好不好 好啦我們做個結論 好不好 我們講的是一個操作的方法 有操作方法就有會呢 就有下一支 當然十月份 當然就是 十一月三號是美國總統大選 那美國總統大選的話 其實從目前的一些狀況來看的話 應該十月份 會有波動沒有錯 可能還會大幅震盪 不過要把這個盤面 逼向那個戰爭邊緣 就是川普要再用很極端的手段 把這盤面有點 逼向他跟中國這個地方戰爭邊緣 可能機會不太大 機會不太大 因為之前跳水不是 就是跳說可能會難產嘛 對不對 就是美國總統可能會難產嘛 然後他會賴皮嘛 然後就無暇顧擊 台灣海峽這邊嘛 所以中共飛機怎麼可能這樣 他可能會打仗嘛 大家擔憂這個東西 不過如果說以目前來看的話 川普應該不太可能 因為他第一個民調落後 第二個他還有很多事要做 大法官提名啊 然後呢稅率這部分 然後還有另外兩場 邊緣要準備的話 他如果說再把這個 推向很極端的這種 有點會讓大家害怕的戰爭邊緣 機會不是很大 那機會不是很大的話 台股 台股投票其實看線型 他還是反彈啊 軍縣沒站上 你在真笑欸 結果沒站上 這不是大長特長啊 事實上台股在這個地方也不需要大長特長啊 他在上面盤多久了 他就一直盤了就好了 就是你掉下來再上去 你就盤了就好了 盤了就怎麼樣 各股表現好不好 就有機會各股表現 那各股表現的話 10月份 10月份第一出息就是什麼 10月份第一出息就是公佈9月營收啊 公佈9月營收的話 我們的小數 小數先開始長高 長高3.5公分 好不好 年前先長高3.5公分 年後如果說長得快一點的話 可能就跳躍式成長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當然我們心法也是一樣 跟著大陸走財富一定有 喜歡分析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 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新完 第一時間推播通知你 好 今天各位分享到這邊 從馬動足先機 懂得掌握極限 祝大家 秀家與快 小小小小 小小姐 拜拜 本公司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效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緊急中參考 投資人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投股104年 金管投股新資地009號